开门 来 放车 哎呦 要脸啊 你这等一下 事情 干啥 懂不懂龟子哥 咋的了 上车之前不得扎安全带吗 情况是这样的 你等一下 咋的了 这干啥呀 你呀这车太小我腿太长放不开调一下座椅 那我跟你说话就得这样了呗 你看跟你说话吧永远有距离 那你调回来啊 行了啊 现在我说事了啊 说吧 来你开车 你疯了 咋的了 我副驾驶 我有所想法不你让我开车 你怎么这么多事呢 来来来换换换换来 干嘛你干嘛 谎话呀 我不得挤安全带吗 这一小脸讨厌不讨厌呀 赶紧赶紧 上车呀 开门 走 走 走 好好开车啊 好啊 假如现在开车的人是我 啊我就是你 对 是 明白了 我开 咋的了 还咋的了 还咋的了 大伙都明白了 我不得挑一下海拔吗 那你那意思是说矮呗 不是矮的 我矮我就是矮 咋的 能说了吧 开车啊 我今天开车出去了 就回来的时候刚一进小区 我就看见啊咱小区到边啊站着一老头 这老头啊咱都认识 就咱小区的 我就热情的给他打招呼 我说大爷上来吧我烧你一段 这大爷上来以后啊嘴不闲着 是吗 老给我指挥啊 你看 来来来 开车 你会不会开车 你来个推背 哎呀 慢点儿 左打 左打 回正 右打 右打 回正 推背 刹车 哎 大爷你看我干啥前身分开车 我这去腰脸 现在这个事你明白了吧 明白跟你上医院吗 上啥医院 没完呢 还没完呢 这时候你听 什么 直 嘎 肉 啪 你给大爷你热出去了 哈哈哈 这时候后边又来一老头 又来一个 骑了个电瓶车 哦 这车上呢带了这么大一弹钩 哦 我把车给杀住了他没杀住 他那个电瓶车就把我那汽车 从后到前直 嘎 哈哈 又啪呢 大蛋糕 就飞出去了 啪 就扣我车顶上来 哎 哈哈哈哈 我的天哪 这个顺利啊 明白了吧 明白了 二姐夫啊 这个故事很精彩 咱们下车讲吧 下车 安全带 哎呦啊 啊 下车 洗火 哈哈哈 二姐夫 后面的事呢 后面的事呢 后来啊 我就带着这两个老大爷 都去了一趟医院 哎 没事啊 没事 两个老大爷都没事 那就好 哎 我就让他俩回家了 那不好 咋的了 你让老大爷走了 你说你车刮了谁赔钱呢 对不对 要不说余小脸聪明呢 要不说今天我请他吃饭呢 来来来来 少一个 喝水喝水喝水 其实啊你们公司 有比你拿的少的 怎么样 大多数比我拿的少 我叫王二愣的吗 王二愣我知道 王二愣拿了八千 你又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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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 这以后又怎么了 王二愣拿多少 八千呢 八千 啊 王二愣 王咱不说了 二愣 明白了吧 你又为什么了 大傻子 在我们单位 哎呀 你跟他说句话 他三天听不懂 他跟你说句话 你也三天听不懂 明白了吧 不是 他拿 他拿八千 我应该拿八一 好 小一 你这是怎么了 我没房子 不是他拿八千 你不还比他多两千呢吗 我是比他多两千块钱 对啊 但是我掉了两千层脸皮 哎呀 我在单位我还怎么混 哎呀 心里格局 对啊 钱财身外之物 哎 名利过眼云烟 三千繁华 谈指刹那 百年之后 你把黄沙 错 你要再撒黄沙 我就自杀 哎呦 行了行了 妹妹 你不是要请我吃饭你吗 对啊 咱们去吃饭你吗 吃啥饭 你们俩高血压那么大 你别吃饭了 吃海鲜 还高血压有关 当然了 你这吃土豆丝 就完了吧 那怎么吃的 对啊 下点灌面 买个灌面了 我也在这吃 还多一口人啊 不怪 也不怪我小姨父啊 他生气 我发现了 他们这个单位啊 有问题 不公平吗 你算说对了 现在我们单位 我跟你说 有本事的人 不用 没本事的人 贼用 完了以后贼夺钱 烦死了 你放心 你的事我得管 我打个电话问问他 打什么电话 怎么会 还不够丢人的呢 算了算了 这钱块钱吗 嗯 我想开了 那行 那不打了 能打还是打吧 左溜是丢人的 那行 你给他打 你说话隐晦点 行行 别说咱俩在一起 不说 你出去打 行 我出去打 你快点回来 好好好 你着这么大急 你这是放不上 多得点钱 少得点钱 能怎么着 是不是 咱不还有那一万的吗 对呀 他打完了没有 哎哎哎哎 他刚出去还没打成呢 你过来过来 你姐夫刚才说的对 你听姐的 那不就差那一万块钱吗 是不是 要说这个心态啊 你可能比我和你姐夫 那宽敞的多 但是要论的生活经验 那姐和姐夫还是比你的啥 我就看着他去 我去听听听 咱俩在这放屁的 我写的 你写的 我写的 他 你过来 干啥 你写的 我写的 哎 借给我们 不是 这我写的诗 怎么着 我跟二米粒今天恐怕是过不去了 哎 这首诗你借给我 我就说 是我写的 我写给他的 那不是不合理的 这是我写的诗 钱润芬 走着你就别跟我回来了啊 哎 我有家都回不来了 没事有我呢 来来来你们都过来 嗯不是 那个大米啊 你马上去一趟劝一劝 不行 又犯驴脾气了 哈哈哈 你出马 不行我怕他踢我 哈哈哈 我这没出去一下 你都不去谁去呀 对啊 谁去啊 哎 哎 哈哈哈 天方邻居们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我大姐夫的一声叹息 证明他要去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又了 大姐夫 谢谢大姐夫 行了 我出马吧 太好了 你去能行吗 没事 我去那给他银尸一手 啥事都没了 哈哈哈 哈哈 跟我去一趟 我去干嘛呀 你诗人旁边不得有个书筒吗 你过来 还是怕我二姐踢了 大姐夫 我等待着你胜利的消息啊 放心吧 行不行啊他 没问题 顺芳 哎 你就是不如你大姐夫浪漫 我的女郎真美丽 日日夜夜思念你 只要你在我身边 你爱咋地就咋地 怎么样 哈哈哈 来来来大姐 哎 就这首是让你哭的鼻涕一把 累一把的 怎么的不敢动啊 我问你个问题 我记得大姐夫跟你结婚之前 有一个女朋友 就是婚前女友叫什么名字来着 王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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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你闭上眼我再给你朗诵一遍啊 哎 我的女王 记住这个字啊 真美丽 哈哈哈 哈哈哈 大姐 嗯 连起来说一遍 王 美丽 我再念一遍 哈哈哈 我的女王 是王美丽 日日夜夜思念你 只要你在我身边 你 爱咋地就咋地 哈哈哈 哈哈哈 心怎么这么大呢 还在这感动呢 哈哈哈 写给王美丽的 哎呀 哎呀 美丽 睡吧啊 别睡了啊 你再闹了啊 哎呀 大米啊 你看看 我不就写了一首诗吗 这怎么至于感动的 还哭呢 哈哈哈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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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边哭 哈哈哈 糟糕了 啊 你那个诗就不是给我写的 哈哈哈 这开什么玩笑 不是给你写给谁 你写个王美丽的 哈哈哈 什么玩意 王美丽 这怎么能出现王美丽呢 怎么 你看看你写的 啊 我的女 王 真是 美丽 王美丽 哈哈哈 这你怎么能穿到王美丽身上去呢 这我明明给你写的嘛 这谁瞎 这不瞎分析吗 这不是啊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我把这张彩票给王叔送去了 就说王叔种了一块香皂 恭喜他 哎哎哎哎 干啥呀 干啥呀 你干啥呀 怎么这了 我不能这么干 这么干我后半辈子我睡觉我都睡不着 睡不着觉吧 什么呀 你有五百万哪 你买多少安宁药睡去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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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五百万买还没要吃啊 那我还能醒得了吗 我知道啊 我知道你不愿意做这个坏人啊 你这样你把它交给我 干啥 你就说上我去买的 不行你也不行 我跟王叔说王叔就是肥皂 还就是五百万 就得把这张给人家王叔 你没那么干 哎呀喂啊 今天嫁的印挺全我呀 哎呀 坦坦姐夫 王叔啊 我让你帮我买这张彩票 你买了 是 买了 在哪 中奖了吗 中了 中了 中什么了 恭喜你 一块肥皂 哎呀 我的妈呀 哎呀 谢谢你 你这个手气真好 我买了两年多 今天中的是最大一个奖 哎呀 手气真好 这个王叔啊 你是这样啊 你现在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 让心脏跳动得慢一点 你听我跟你说 你说这张彩票啊 这张肥皂不是你的 你中的是这张彩票 什么都没有 这张是张大奖 五百块 多少 五百块 多少 五百块 你看这家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今天不知道是余仁姐啊 还五百万 还一回天 王叔 你瞎死我得了 你还五百万 你真中了五百万 好好好 哎呀 谢谢你 我真中了五百万 哎呀 谢谢 你呀 就这么有孙凤实在 你老孙凤 孙凤我跟你说 哎呢 他正同开 咱们不洗脑脸 别啊 说话点 行了行了 别拿我穷開信了 我回家 王叔 王叔 那彩票呢 你仔细看着啊 我给你念啊 王叔 中国福利彩票 FC杠1232332 中奖奖金500万 你看一下 我占中了500万 小王啊 你激动啥呀 你不说这500万给我的吗 你们就别吓唬她了 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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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个啊 是不是你见过钱 你看五百万得多大一顿 五百万 一百万一张那五张啊 你上神呢 咱都没见过五百万吗 老名子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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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万哪 多大 可惜不是我的 啊 啊 什么回事 楼山老流头 配角不好 叫我 给他买完了 我又找个杠子给他买的 你说人家在家躺着都中嗆 他在家躺着中奖 这个老头 他头皮真好 我明天一早就送给他 等等等等 什么明天一早 现在就给人送去 你拉倒不 今天愚人节 你送下他心呢 明天吧 哎呦 我拿回家暖和暖和 哎呦 不是 我是替您出口气 哎 你把王叔叫来 咱俩一块对付他 行不行 让我出出气 但是我得问问你 啊 你对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你都了解吗 连这个都不明白 我怎么在文化馆干的一辈子 那就行了 你就看你二女婿的 啊 真能帮我出气 打电话叫他 好嘞 咱准赢啊 准赢他 不光赢他还得气他 喂 喂 老王八 怎么的 刚才那几盘象棋 输得我很不服气啊 你永远不服 咱们换一种新的游戏 你敢玩吗 他都不敢来 我叫他去 哎呀 哎来了 王叔来 我来应该 老范 你说玩什么游戏 不是 王叔 王叔 做游戏是次要的 主要我爸想请您喝两杯 哎呀 哎呀 老米不在家 你就上屋吧 是不是 他不让你喝酒 他来家我告诉他 你也就能让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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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啊 酒咱是不敢喝的 哎 今天喝的这个酒 不是传统意义的酒 什么酒 哎 哎 这就是酒 这个酒怎么喝 怎么喝啊 怎么喝啊 就这么喝 就是喝的没有意思 哎呀 王叔啊 咱做个游戏 我把游戏规则跟你讲一讲 你就觉得这有意思了 是吗 哎 你讲一讲我先问问你 你对咱们传统节日你了解吗 传统不就过个节目 那就行了 嗯 那我就什么意思 这游戏就肯定有意思 是吗 哎 你们老哥俩啊 一个占双月 一个占单月 找一找咱们国家的传统节日 哦 谁找对了 那就是正令 嗯 那就要敬酒三杯 怎么敬 就这么敬 哎 谁要是找错了 嗯 那就罚酒三杯 那怎么罚 就这么罚 哎呦 这个酒不做酒有点上头啊 有意思吗 哈哈哈哈 有意思 有意思 爸 行不行 没问题 那行了 本裁判宣布 嗯 比赛开始 双方选手 就位 赶紧快点 快点 哈哈哈 好了 二位选手 请选一下单月和双月吧 我先选 停 我 爸 本裁判有个意见 啊 王叔是客人 到咱们家来了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让王叔先选 哎 看看 看看人家孙凤 我跟你说 哎呀 不但正直 这孩子一点坏劲点都没有 公平 哎 王叔选 哎 我选 我 我选什么 好事成双 咱得选双月 对 好 一个带一个双 我选双 剩下您就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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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还挑什么呀 我挑啊 哈哈哈 我就单来呗 好 来来来 单一月 怎么着王叔 这个解释这个 我有点糊涂 我会啊 你得抱我 你放心 他一个人打不过咱们俩 是吗 我肯定帮着你 你想想 我在这个家里是倒插门女婿 我爸天天欺负我呀 你说的是心里慌 咱俩今天合起伙来气气呢 你帮我 我帮你 行了 好比赛开始 爸 你是单月是吧 单月 单月先说 从单月里边找出传统节日 哎 对了 大伙儿听好了啊 正月初一 春节 好 行 哎 先别鼓掌啊 算啥 本裁判要发言 正月初一是春节 谁不知道 对 俗话说的好 不出正月全是节 对不对 这不算 不算啊 你看 你看这个孩子 多共争 给他补扰了 哎呀 哎呀 这不算 有本事再说三 行行行行行 你休想 我说这个弟弟 我得说你两句 这男人哪 就得大度 不能小度鸡肠的 是不 你喜欢这个女人 你用心 认真地对待她 是吧 让她心里装不下别人 只能装下你 结果这家伙儿 人家和别的男人说句话 你狼娃的注意人家 这啥玩意儿啊 我看你应该到医院找个大夫 给你好好化验化验 他化验是吗 化验化碳 是不是纯爷们 还没对 你说了对 你说这 你要追过你就好好追呗 是不是啊 你 我不就是前天买碗的时候 多看了你那么一眼吗 至于吗 你跟我才几天啊 老王大哥 过来 咱俩都多少年了 不是 我是说咱俩邻居多少年了 你骂人 你得瞎死 印了你 你怎么能这么小心啊 就是 都认真 不是 你这让不上说话呀 你说呀 我这意思 我咋的 我这卖碗包 我踏着门口 看着了 跟我这样 我就 我就说 我是 俩人 这不方便吗 往里找 我大伙一块就 喀喀 就这样 我是就 对吧 我说 你咋听了明白 你这 哎 这大兄弟 我好像听明白点 嗯 那个 你的意思啊 你通过卖碗 看着大美 就喜欢上了 是吧 嗯 然后呢 你想和他单独沟通 又不好意思 对不对 所以呢 想组织一桌麻将 哎 他这什么意思 三缺一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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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哎呦 我的妈呀 咋我一门外语有多么的重要啊 哈哈哈 明白了明白了 那咱们大伙啊 就帮他跟大美 勾头勾头 对 打麻将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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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咋那么笨呢 真当事 打麻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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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说的不是很清楚啊 哎呦 我都听懂了 咋嘛 我扎了个橘子 你呗 不是你等会儿 你干什么 我来四个橘子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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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 痛快 哈哈 王总啊 今天咱都痛快了 嗯 咱是不是该谈谈咱项目的事了 必须谈 战友之间必须谈 哎呦 哎呦 就是你这个档次啊 咱是不是再咄咄咄咄呀 要我说根本就不行 哎 说什么呢你 有你什么事啊 乖乖乖乖 坏 别别别 都是战友嘛 都有发言权 不是 他他 那我就说话了 说说说说 你这个档次那么高谁买啊 谁买 谁买呀 对不对 咱们这块啊 总共有三个比较大的社区 都是工薪阶层 现在这个地方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买东西比较困难 所以我建议您 在这盖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超市 买卖肯定好 是不是 咱这样 大到家具 小到挖耳勺 样样俱全 最重要的是 您这个产品的质量必须得好 而且大家还可以电话预约 送货上门 既方便了大家 您还能赚到钱 您放心 只要您跟消费者掏心窝子 消费者都不舍得让你赔 同账之宫见神奇 这是买卖 小钱 你的意见呢 就这么定了 我决定了 这个资 我投了 好好好 谢谢 不过我有个条件啊 你必须给我当顾问 不行 我当啥顾问 我就是个物业 对 大姐 我才干不了 对 哎呀 这顾问下边就没什么职务 那就算了 要不你直接当CEO吧 对 不是他那个什么了 我还要往哪C啊 不是这样这样 这样王总你看啊 这CEO啊还是让我妹夫的 我给我妹夫当个顾问 这行不 行 只要你能去啊 我就放心了 哎您直接放心 要不这样吧 咱现在就实地考察考察去 可以啊 走啊 这我手我带进去 好吧 哎呀 哎等会儿 小钱 哎 给顾问拿包啊 他没包 我 我有包 我有包 哎 哎 这一片地理环境还是非常好的 哎 小 妹夫 妹夫拿着 把它送垃圾桶去啊 好 王总 请 你相信缘分呢 啥是缘分啊 哦 缘分呢 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见面就那么的刺激 有的 我见到你第一面我就觉得好刺激哦 对对对对对对我见到你也是这种感觉 那你跟你的老婆第一次见面没有这种刺激的感觉吗 妹妹啊你可能误会了我跟你啊叫刺激 我跟我老婆叫刺激 再生一提就叫刺激 小妹妹啊 你想听一听哥哥的故事吗 哦 好的呀 哎呀 其实我跟我老婆的婚姻啊那就是一场骗局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哎呀 我跟我老婆呀是没人介绍的 啊 为了给没人一个面子我才去见的面 我老婆你是没见过 哎呀 怕 爽 胡 谁会喜欢他呀 见了一面我就往外撩啊 刚到门口 哎我看到一个看相的 这个看相的就对我说 你把他娶了吗 娶了他你的人生就会一帆风顺 我就把他娶了 结果娶了他当天 就在婚礼的现场我就看见这个看相的了 你猜他是谁 你大爷吧 就是他大爷啊 他大爷的可把我害残了 那你既然这个样子你们就干脆离了吧 离婚 我才不离呢 不是 你现在这些小孩张嘴闭嘴就离婚离婚 怎么这么随便呢 我告诉你小妹妹 一个男人选择了一个女人 那是要负责任的 哎呀 话又说回来了 娶这样一个女人 那也是有安全感的呀 我就记着结婚的头一年 哎 那一年我生意做得不好 那赔的一分钱都没有了 欠了一屁股的债呀 啊 有一天在公司 四个标形大汉把我堵在办公室里追债呀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是我老婆 一把把我推出了办公室 用自己庞大的身躯堵住了我办公室的小门 暴风骤雨般的拳头啊 落在了她的脸上 落在了她的身上 我在她的身后 那种安全感呢 那可真是 天外非先 法力无边啊 等那帮大汉走了以后 我就抱住我的老婆 我就问她 我说你傻呀 这些人在打你呀 你为啥不躲躲呀 我老婆深情地对我说了一句话 卡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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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